欢迎的是赵静娟赵主委 欢迎主委 谢谢徐局长 谢谢各位来宾 我们广播界的好朋友 因为我也是一位广播界的 应该我从25岁一直到65岁 所以我看到大家今天这个蓬勃的朝气 好像回到从前 我过去是在警官 我们今天宣台长也在这里 好 我现在要颁的这个奖 要制证的这个奖 是我们 这个是非常荣耀的 是特别贡献奖得主 从事广播事业 这一位女士 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 也非常喜欢 她就是陶晓清女士 恭喜陶姐 陶姐真的贡献很多 我想大家应该都熟悉 她做的事情 她所提倡的这个民歌 她从18岁进中广实习 然后19岁就开始在中广做流行歌曲节目 刚开始她是做的西洋歌曲 那有一次她参加了中山堂的一个特别的演唱会 是介绍这个虞光中先生的 所写的一首这个诗 然后这个晚会上有这个民歌 用这个伴奏伴唱的机会把这个诗演奏出来 那这个节目她听了以后 她非常的感动 她说既然这是我们自己的年轻的歌手 他们普曲做出来 为什么我不能在我的这个西洋歌曲 这个时间我来把这个提供给大家听 那这个节目一出现以后 大家的反应非常热烈 然后她就开始了提唱 让校园民歌就是1970年代的校园民歌 就把她带到她的西洋歌曲节目来 所以就形成了现在 一直延续到现在的风潮 大概每一年都有一次 所以我们在评审委员 在看到陶晓卿有人推荐的时候 几乎全部一致 我们一共有六位评审委员 一致就推选她为我们这一届的特别贡献奖 我希望她在退出了广播 她在中广做以后 她现在她又继续在网路广播 那她这网路广播是非常特别 因为她晚年有得了乳癌 然后在乳癌这个防治协会 又特别邀请她在这个网路广播主持这个节目 我代表我们所有的评审委员 非常敬佩陶晓卿女士 我想希望她在家里有看到 有听到我们的这个直播 我们非常恭喜她 也非常佩服她 她是民歌之母 但是她谦虚地说 我只是民歌的保姆 所以我个人真的是 因为是同行 然后她的表现这样坚持 为青年人找了一个出口 我非常佩服她 我们今天恭喜她 恭喜她